翡翠饰品从来就不单单是一款简单的首饰,而代表的是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翡翠节节高。 我们都知道,梅兰竹菊合称四君子。 竹子历来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含义,正所谓欲必有义,义必吉祥。 在翡翠挂架中,经常会见到以竹子为题材创作的翡翠,有的使用一整个竹子的图案,大部分则仅截取一两节竹子的图案。 这种图案呢,雕刻出来之后就称为翡翠节节高。 那么,翡翠节节高又有什么寓意呢? 首先,寓意步步高升。 竹子一节节的生长,由此翡翠竹子又被称为翡翠节节高。 比喻人们的生活或者学习工作等,像竹子的生长规律那样,一节比一节高,步步高升,越来越好。 第二个寓意是竹抱平安。 每到过年,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都有着新年烧爆竹的惯例。 点燃爆竹就是辞旧迎新的开始,竹抱平安就是来源于此。 第三点,寓意顽强的生命力。 在冬天的时候,尤其在北方,多数树木已经枝叶干枯凋零殆尽,而只有竹子依然保持着清脆挺拔的身姿,矗立在萧瑟的寒风当中。 所以呢,竹子的寓意中也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意思。 第四个寓意是刚正不阿有气节。 从外形看,竹子的枝干是笔直的挺拔的,与我们中国人历来重视的气节不屈,正直的人格品质,不谋而合。 第五个寓意是谦虚虚心。 竹子的中间是空的,有着虚怀弱骨的意思。 同时,竹子又常常长得很高。 所以呢,竹子的寓意中常常比喻那种有很高的学问,却又很谦虚的人。 第六点,青春常柱。 竹子一年四季长青,四季长茂。 清脆的颜色和挺拔的身姿,让它一年都郁郁葱葱。 不像其他植物,到了秋冬叶子会枯黄。 所以呢,人们也常常用竹子来比喻青春常柱。 没想到吧,一只小小的翡翠节节膏寓意竟有如此之多。 好的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恩您的聆听。 我们下次见。 感恩您的聆听。